嗨,大家好,是不是都忙着过节呢? 学生们应该都已经开始放寒假了,像我们这样的上班族呢,陆陆续续也都开始休年假了。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过这个圣诞和新年呢,今年是回国跟家人团聚呢? 还是留在自己住的地方跟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庆祝节日? 或者是像我们家一样,今年是准备出去玩。 所以我想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下这次的旅行化妆包。 看你去哪儿玩的,肯定那个化妆包装的东西肯定要不一样。 我们家今年是准备去热带的地方,小岛上玩。 所以呢,就是什么阳光,海滩,沙滩呀,森林啊,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的化妆包呢,是比较偏向这一个类别的。 在这里给大家一一过一下吧。 这次真的是装的非常的compact,就是所有的化妆品都装在这里面了。 然后所有的护肤品都装在这里面了。 有其中几样,比如说喷雾呀,然后面膜之类的那些就放在这个大的行李箱里可以托运。 好,那就这样子大家一一过一遍吧。 首先来说这个喷雾,就是还是带老的这两样吧。 一个是Colly家的这个Beauty Elixir这个喷雾,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非常喜欢的Josh Rosebrook他这个喷雾。 这两个都是可以上飞机的那种包装,都是要在随身的这个化妆包里放的。 这个Colly家的那个只有小半瓶了,这个主要是给我老公带的。 不知道为什么呢,他就忽然喜欢上这个喷雾了。 有一天晚上他加班,然后他特别的累,特别的困。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如喷点这个吧,给你提升醒脑。 因为这里面有很强的那个薄荷的味,他喷了一下,一下给洗浑上了。 从那之后每天都要喷,这次强烈要求我给他带上这个。 好,这次基本上就是给我们家的这个先生带的这一瓶。 我自己呢,就是重点要用Josh Rosebrook这个Hydrating Accelerator。 这个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了,然后好像在10月还是11月的这个爱用瓶里面也推荐过。 这个真的非常的好,我用第二小瓶了现在已经。 好,这是随身的化妆包里带的。 那我们先从这个补肤品开始想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包呢,它是叫Go To这个牌子。 所以这次呢,我主要是想试一下它这个小套装。 我把其他的先都拿出来啊。 它这个小套装呢,是有这三样。 一个是一个洗脸的叫做Proper Clean,一个Cleaner。 然后还有一个面油叫做Face Hero,是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Very Useful Face Cream。 所以他们家的包装呢,全是这种非常好看的Coral的颜色。 对,这是他们今年圣诞出的一个小小的套装。 全部都是旅行装。 然后油呢,只有10毫升,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挺容易用完的。 嗯,所以这个小套装呢,其实我已经用了一两天了,但是没有给大家汇报。 因为我觉得还需要再用一阵子。 所以这次出去玩正好是旅行装给大家试用。 首先它这个Proper Clean呢,就是它是一个泡沫状的截面。 你看它这个口比较大,挤出来就是泡沫的。 洗的还挺干净的,也非常的温和。 我觉得这个早晚用都挺好的。 晚上卸完妆之后呢,用它做二次清洁。 洗完之后脸非常干净,也不紧绷。 而且它这个香味我也蛮喜欢的。 然后它的这个Very Useful Face Cream呢,打开是这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用一些了。 大概还有一周的用量吧,因为我只有在晚上用。 因为它的那个膏体呢,还蛮厚重的,不是水润轻薄的那种。 但是用完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脸上的效果是看得见的。 真的是皮肤比较有光泽,然后很有弹性。 我觉得这个效果不能说立竿见影吧。 但是我用了那么两三天之后觉得,哎,好像还是看得到效果的。 所以这次想多多尝试一下,把这一盒都用完,然后再给大家汇报。 然后最后说它这个Face Hero。 这个油呢,就是这种,大家看是黄色的这种油。 它的质地我不能说它是轻薄的,因为跟其他我用过的更轻薄的油相比。 它还是相对厚重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油算是好吸收的。 再一个就是,这个油也是用完之后脸上很软,但是我觉得这个油和这个Face Cream呢,不要同时用。 就是用完它,然后再上这个油的话,觉得脸上还蛮难吸收的。 对,像我是混油皮,我觉得是这样子。 如果你是偏干的肤质呢,这两个一起用没问题。 尤其是这个油,我觉得你会非常喜欢。 这个Face Cream你也会非常喜欢,因为它还蛮厚重的。 但是如果像我一样是拼混油肌的这个姑娘们呢,这两个我是不建议一起使用的。 总之呢,这三样等着这次玩完后来之后,给大家再统一汇报吧,好吧。 好,这是它。 接下来呢,那出去玩肯定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防晒。 我新买了一个这个寒妆的防晒,叫做Dr. Belmer,叫做Mineral Sun Cream,它是SPF48的。 这个是之前在一个寒妆店买的,然后它这个也是小制装置30毫升,是在脸上用的。 我这次呢,就想带出去试它一下。 如果好用的话,回头也跟大家讲吧。 据说也是不会那个Y-Cast,我当时在店里有在手上试一下。 的确是透明感的,涂在手上之后,没有那种Y-Cast的效果。 然后也是很水润轻薄的质地。 好,这样我们回头再给大家汇报。 好,眼部的呢,就带一个Bio Effect的EGF眼精华。 这个眼霜我就不再带了,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说我用什么当眼霜啊。 然后唇部的护理,我就带一个这个Ultra Repair Lip Therapy,就是First Aid Beauty。 这个小管呢,已经买了有快两年多了吧,我都不记得买了多久了。 是之前我闺蜜推荐给我的,然后我们俩一人买了一管。 我一直放在我的化妆台上,没事的时候就涂一下,但是就一直都没有用完。 现在我觉得终于快用完了,对,这次把它带着。 正好也是软管包装的,比较适合出门。 这个呢,它非常的滋润,然后也不会给你那种很厚重的感觉。 它里面也是没有什么石油的精炼提取物的,所以也是比较怎么说clean的一个那种效果吧,是有保湿的效果的。 大家知道如果是有那个Petrolean提取的产品,那这只是给你嘴上封一层膜而已,就是防止你水分的流失,但并不是给你嘴唇真正的滋润。 这个是真的有滋润的效果的,所以这个我一直挺喜欢的,感觉终于快用完了。 好,接下来是这个Caudly的这个,一个面霜,这个面霜还是,就是大概还有那么一周的用量吧,这次准备就都用完,也是一个中样。 好,接下来是一个面膜,就是这个Dr. Jar这个Sigapir老虎草的这个面膜,晚上用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去这种比较偏热带的地方,我很怕自己脸上会湿疹啊,或者是面部有敏感之类的,所以我要带一个这种抗敏的面膜。 这个面膜呢,大概就是两个晚上的用量,所以出眼门的话,带这个,尤其是去那种自己的这个肤质不太适合周围的那种气候的那种地方呢,我觉得带一个抗敏的面膜还是很有必要的。 好,这是它,那既然说到面膜呢,那就再说一个,我买了一个斯福兰,它这个最近在打折,也是Dr. Jar这个七天的面膜的一个套装,这个套装之前是39美元,然后本来就已经挺划算了,它原价是要70美元的,是39美元,然后现在打折打到25美元。 然后我昨天在店里买的,里面是有这么七张面膜吧,Dr. Jar的面膜呢,我都挺喜欢的,所以这里面大部分的我都用过,有那么一两个我还没用过的,所以这次就带着它,虽然是七天的呢,不知道这七张能不能用完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热带的地方肯定要晒的比较多嘛,晚上回来多补水,脸上还是有必要的,防止这个晒伤啊之类的。 我也没有带什么芦荟胶,所以在脸上我觉得这个护理七张肯定是够了,这个Dr. Jar的面膜呢,他说有什么紧肤的功效啊,亮白的功效啊,什么这些,其实我都没有觉出来,可能也跟我没有长期使用过,就是一周两三次,然后连续用个几个月,我觉得那样可能是能够看得出功效的吧,像这种面膜,纸膜尤其是我基本上就是感觉它保湿效果比较好,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好,这次所以带它,这是它。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不是那个涂这个防晒的话,肯定是要身上也涂嘛,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也是含装的叫 Toni Moly这个牌子的叫Pro Clean Soft Cleansing Tissue,就是身上的这个防晒可以用它擦一下,因为我身上还蛮敏感的,如果防晒卸不干净,就是容易起疹子呀,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带一个这个大包装的这个卸妆巾,然后把身上的防晒一定要卸干净。 好,这是这些了,接下来我们看化妆包这个里面的,基本上全部都是化妆的产品了。 哦,首先就是这个防晒,这是在身上用的,是一个防晒的慕丝,是Supergoop的,它是这个叫做Sunscreen Moose Broad Spectrum SPF50,然后也是防水的,80分钟防水。 它是这种木丝状的,我给大家,我还没开呢,就没法给大家挤了,对,但是这个木丝状的呢,它是100毫升,所以也是可以上飞机的,这点我比较喜欢,因为这种身体的防晒一般都是这个容量比较多的吧,所以上飞机就是不方便,必须要放拖运箱,但是我觉得防晒这种东西必不可少,如果万一拖运箱出了什么闪失,这个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旅行装的100毫升,肯定我们两个人用这个一个多礼拜在身上涂,估计也就够了,我觉得还挺沉的,应该够了,这次这个也是头一回用吧,回头给大家再汇报它是不是好用。 好,接下来说一个它这个卸妆膏,就是买了一个pharmacy的这个旅行装的卸妆膏,也是50毫升的,一个多礼拜肯定也就够用了。 好,接下来是一个,这其实也算是一个护肤品吧,它是一个去角质的,就是也是GoTo这个牌子的,它叫Exfoliating Swipes,就是里面是这种小片状的, 它的这个算是HA成分的这种卸妆吧,我用了那么一两次了已经,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大家知道我的皮肤对HA是相对敏感的, 这个HA呢我用起来是比较安全的,在我脸上没有起任何的反应,也没有觉得脸部干燥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它的这个小片呢,我就不给大家拿了,我手现在不是特别干净了,它这个小片呢是有两面的,一面相对粗糙一点,一面相对平滑一点, 你是用手一摸可以感觉到它的这个质地的不同的,然后你就是看脸上不同的情况吧, 你如果觉得角质比较多,想要多磨蹭一下呢,你就用质地粗糙的那一面,或者平时普通去角质呢,你就用平滑的那一面, 然后在脸上这么擦一下,洗完脸之后啊,肯定是干净的脸,在脸上擦一下之后,HA的成分在脸上停留大概一分钟左右, 然后再用温水把它洗掉,脸上去角质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它不是那种很强的那种酸,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洗完之后脸部是平滑的,一周用个两到三次呢,这个对皮肤的去角质的功效, 我觉得维持它是蛮好的,这个呢也是GoTo系列,跟这些小瓶瓶罐罐,跟这些是一起买的, 现在这个牌子呢,它是澳大利亚的牌子啊,现在跟斯富兰也是上架了, 所以我回头再给大家一起做测评吧,好吧,这个牌子,把它所有我用过的产品给大家同意讲一下, 好,这是它,接下来嘛,全部都是彩妆了, 彩妆首先我说一个底妆,我就准备带Armes Beauty, 它的这个Uncover Up Concealer Slash Foundation, 大家知道这个是我很喜欢用的,这个用手指就可以上妆的, 我的色号是22号这次带的,嗯,对,底妆就靠它了, 好,接下来说这个多用盘,就是要带Armes Beauty的这个Signature Collection, 这个叫做Mod Collection,就是这个之前黑五打折的时候买的, 首先呢,上面它是这个,嗯,Skin Balm, 它是既可以当作眼霜,也可以当作润唇, 然后也可以当作其他任何干燥的部位使用的, 这个是Simply Cacao那个口味的, 所以这个眼霜我就用它了, 接下来是两个这个腮红和唇彩的颜色, 我肯定就是都当腮红用了, 这次呢,比较重点可能是想用这个颜色了, 因为它是比较偏热带的那种气红嘛, 对,这是它,然后接下来是两个高光, 一个是这个叫Master Mixer, 其实这个当眼影也是可以的, 比较偏Rose Gold的那种tone的颜色, 最后就是这个Living Luminizer,就是高光了, 我觉得这个小牌真的出门带非常的方便, 好,接下来是这个Tower 28这个非常90后包装的这个一个腮红吧, 这个腮红买了之后一直没怎么用, 但是这个颜色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而且它的这个颜色呢就叫做Beach Hour, 然后它的颜色叫做Magic Hour, 所以我觉得正好去海滩的时候用还挺符合那个情景的, 好,接下来另外说一个算是高光棒吧, 就是之前也是黑五买的这个Milk的这个高光棒, 它的色号叫做Flare, 这个颜色呢非常适合, 也是那种橘橘粉粉嫩嫩的颜色, 非常适合去热带的地方玩的时候用, 好,这是它,接下来就是眼影了, 眼影我们说一下, 首先我要带一个Tom Ford这个双层的眼影, 就是方便嘛,色号是03号Golden Peach, 这个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了, 这个眼影真的是非常喜欢, 大家看都已经用了这么多了, 我买了大概也快有两年了, 这么多高重的眼影, 这个能用这么多也是, 这个就是也是挺钟情的吧, 然后上面是它这个亮片, 对这个, 我给大家刷个色吧,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对Tom Ford这个产品感兴趣呢, 其实Tom Ford这个双层的眼影膏加眼影粉, 我是非常喜欢的, 对,这是它的这个眼影膏, 然后上面的眼影粉呢, 眼影粉是有点干的, 就是买来的时候就是有点干的那种质地啊, 现在过了一阵子之后就更干了一点, 但是还是非常美的, 大家看, 嗯,我觉得也还蛮适合天气很暖的地方, 热带的地方使用的, 好,这就是这个眼影, 接下来呢是两个Supergoop的眼影, 这个是里面带SPF值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去这个日照比较强烈的地方, 我就是觉得眼妆是不是也加个SPF, 这个是我今年其实上半年的时候用的相对比较多的, 最近这一阵子有点冷落了, 所以趁这次出门呢, 就拿出来再用一下, 就是它的两个色号, 它色号不多啊, 一共也就四个色号, 我买了其中的两个, 一个是打底色, 一个是眼尾加深色, 打底色呢叫做First Light, 然后眼尾加深色叫做Sunset, 我给大家也再刷一下色吧, 你看其实我也用下去蛮多了, again, 在众多的高状眼影里面, 这个能用这么多, 也可见我对它的喜爱了, 对, 这是它的这个打底色, 有点偏金色的一个, 金色银色混合的一个色调吧, 然后另外这个深色, 它的质地呢非常的软糯, 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 对, 这个偏金棕色的颜色, 就是它的叫做Sunset, 是比较深的一个颜色, 好, 这就是所有的眼影了, 的确没有带很多, 对吧, 接着来说, 唇部的, 唇部呢, 就准备带这两个, 全部都是Careways, 大家知道这个小包, 其实就是之前买Careways的这个唇彩的三件套嘛, 然后我就这次, 想带两个这个唇彩, 一个是它的色号叫做 Cherish, 一个色号叫做 Courage, 这两个颜色呢, 其实都比较清透, 唇彩嘛, 对, 然后, 但是就想给大家刷一下色, 首先是, 因为天比较热的地儿呢, 就比较不想涂这种, 很厚重的, 或者是颜色很深的颜色, 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 补妆也比较方便, 也润唇的效果蛮好的, 所以这次想带这两个, 而且这个橙色呢, 也挺适合这个比较热的地方用这个颜色, 好, 这就是它, 好了, 然后最后还有就是两样, 一个是它这个眼线笔呢, 就还是Bobby Brown这个万年不变的, 我出差出门带的眼线笔, 还有就是一个眉笔, 也是还是Newborn的这支, 最后还是Anastasia的这个透明的眉胶, 好, 这就是我这次出门要带的所有的, 护饼和彩妆品了,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界限的作用吧, 如果你去海岛玩的话, 不知道你跟我带的这个色调啊, 什么之类的是不是相似呢, 也非常想知道, 大家今年这个年底的圣诞和新年的计划, 不管是身在何处吧,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安全的美好的圣诞节和新年, 在这里提前祝大家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接下来的这一个多礼拜呢, 我已经提前录好了这期视频, 会按时给大家放送的, 好, 希望大家都来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喜欢这支视频的呢, 欢迎这个点赞留言, 然后加关注, 非常期待跟大家的交流, 另外也欢迎去关注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次见啦, 好, 拜拜。